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10月23亿 傍晚的6点12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现在可以看到路上挺多人的 车也挺多的 因为现在的话到了下班高峰期啊 我再拍这边拍什么 啊 再拍这个网峡呀 挺漂亮的吧 既可惜啊 夕阳无限好 几时近黄昏了 前方机走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旧步行街 可以看到路上挺多人的吧 这里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北新路步行街 这里的人的话就没多少了 这里几走可以走到广州的西华路美西路 这样的话也可以吧 那这个视频就带大家 逛去广州的北新路吧 应该很多人都没有像我这样 走路去北新路的 这里去北新路的话也不远也不近 好像是 距离两公里还是三公里 走路过去的话要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有时间的话可以走一下 因为这路上的街景啊 挺不错的 而且的话这路上你可以看到 发现到 感受到 了解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现在很多人的旅游啊 都是打卡式的 他不会随便逛逛吧 我觉得 这样太累了 真正的旅游就是 他一座城市 除了打卡比较网红比较重要的景点之外 还要逛逛他们的城市 尤其是他们城市的大街小县吧 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 以及文化 历史 跟各种习俗 要不的话 只是一走马光花 到齐日游 现在在路上呢 应该很多都是附近的老广 要不就是打空人 因为这一带的话 没有什么景点吧 除了刚才所说的 北京路上上九级外 这一带的话 没有比较有名的景点 都加上现在是放点时间了 所以的话 游客都去吃饭了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街景啊 跟广州老城区 也就是上山九那一带呀 有着很大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街景 都是比较现代化的 无论是这一边还是那一边吧 看到没有 都没有广州传统的房子 齐楼 或者是西关大屋 要知道这里啊 也是属于立湾区的 立湾区最有名的 就是齐楼跟西关大屋了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都没有 但是这里可以看到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话 这一带呀 算是广州绿湾区的郊区吧 哇 显法十块 好便宜啊 也正因为 这一带在过去的话 是郊区 因此的话就不怎么发展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房子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房子的房龄 也大概30年左右吧 所以说 这一带的话也只是 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 这些水果价格 我们看一下 古历城9块8一斤 方喜流4块8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贵不贵 我觉得还可以吧 广州的物价 我觉得在全国 很多城市当中 都是比较清明实惠的 尤其是在四个 一项城市当中吧 广州的物价是最便宜的 没有骗大家 我也没有作假 因为我去过北京 去过上海 去过深圳 所以的话 这些城市的物价 我是比较了解的 别说物价呀 就说是租房 广州的租房 或者是房价 相对北京 上海深圳来说 也是比较便宜的 在广州的市中心 700块 就可以租到一个单间了 但是在深圳的话 700块 你选的不要选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地的生活成本 差别有多大了 但是的话 深圳的基本工资 比广州的高 广州好像是2000多吧 深圳的话 差不多到了3000块了 工资高 消费也高啊 走到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的商业啊 都变得十分的繁华了 多了一个三超 两个三超 因为我现在的话 来到了广州的市门口了 市门口的话 刚好是广州的立湾区 跟月秀区的分界处 再过去的话 那一边啊 就是城内 这边就是城外 现在肯定不分城内城外了 现在广州的立湾区 跟月秀区的话 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分界限了 双心里终有我 我终有你了 先过一下马路 这个湿门口的话再过去啊 是这个城前的湿门 在那里啊 还当时城前湿门的一个遗址 叫做湿门翁城 对于这个翁城的话 我去过湿安 也去过别的古城吧 我都见过 既可惜啊 现在广州的这个湿门翁城的遗址啊 已经毁掉了 现在看到的只是一些长坑断壁 在机前的话 这里啊 应该都是有成钱的 不过都拆掉了 或者是干嘛干嘛都毁掉了 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下方这一个了 现在只剩下一些长坑断壁 这条路叫做人民路 哇 浩浩荡荡的电瓶车大军 特别的壮观啊 3 2 2 1 过山马路 好了 容易失散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大家来逛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